没人有新瓜 可汤 可不停 哈喽 大家好 爱你闻笑二又来了 这集的内鱼真的是乱套了 陈飞宇因撕照事件冲上热搜 其实营造的单纯大男孩形象毁于一旦 也算是靠自己出圈了吧 事后 先是陈飞宇工作室发布声明 透露双方是在单身的情况下交往 再是鱼姬爆出录音 齐老板称 陈飞宇被女方和男友敲诈勒索 种种迹象表明 似乎事情并非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 从始至终陈飞宇不发一言 采取冷处理的方式化解危机 不过他在二十出头和张静的剧 才有了一点热度就没网出床照 对接下来的发展恐怕是会有影响呀 有知情人透露 事发时陈凯歌正在赶拍新片《伟大的战争》 得知陈飞宇和女网红床照被曝光 他非常生气 为此还暂停拍摄了一天 据悉为了求得父亲的原谅 陈飞宇跪了一整天 以此想要求得父亲的原谅 为此还惊动了正在拍戏的张义和张宋文 他们合力劝陈凯歌消消气 没想到在气头上的陈凯歌根本听不进去 还把气撒在他们的身上 放话如果谁再多说一句 就把谁的戏份给剪了 据悉陈凯歌《伟大的战争》 去年六月开拍新片 拍摄周期九个月 那么照理来说 现在电影已经拍摄到了中后期 同时陈飞宇在去年十二月份禁组 他当时在与张静怡合作的电视剧的宣传期 为此陈飞宇翻牌了很多粉丝 也透露了自己已经禁组拍戏 陈卡哥的新片于六月开拍 陈飞宇这么晚才禁组 可见戏份不太多 而如今他陷入负面风波 陈卡哥为了不影响新片上映 是否会忍痛割爱 删掉儿子的戏份呢 以保全整个片子 这是一个未知数 戏份被删倒是其次 毕竟陈飞宇就算是没戏拍 还可以回家当个优手好闲的新二代 但事情似乎还没结束 最开始女方通过经纪公司回应 和陈飞宇方的立场基本一致 承认和陈飞宇恋爱过 照片当中的女主角是自己 而且自己与陈飞宇分手之后 已经在婚 要求网友停止造谣 可之后 余计爆出的录音 又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从录音可得知 陈飞宇与女生发生关系后 被女方和男友长期骚扰 女的要感情 男的要钱 而女方在给出声明之后 再无回应 同时把某个平台的账号 设为了私密 似乎不想要引起太多关注 另外有知情人爆料 警方已经进入调查 或许会有后续通报 不仅如此 知情人在评论区内还透露 警方查的是女方 这么一来 结合之前报告的录音 难道是陈飞宇方 以女方涉嫌敲诈勒索为由 报得紧吗 陈飞宇和女生发生关系是事实 至于是否是正常谈恋爱 但说到底 男女双方 只要是你情我愿 好去好散就行啊 可一旦上升到勒索 甚至敲诈 恐怕事情的性质就变了 虽然双方发声明 表示是恋爱交往时均单身 但事后狗仔曝光 陈飞宇经纪人的录音 在里面 陈飞宇方面突然自曝 男方是被设计欺骗了 而且女方跟男友不断敲诈勒索 完全一副陈飞宇是受害者的模样 这段录音曝光后 没有起什么正向作用 反而是直接惹来群嘲 因为在网友看来 之前或许是怕照片曝光 但如今已经曝光了 那公司应该拿证据报警 抓勒索的人才对呀 放录音给网友干嘛 而陈飞宇私密照曝光后 首先破防的就是粉丝 有粉丝在2022年的时候就知情了 甚至还有很多老粉 认识这个瓜的女主角 有陈飞宇粉丝脱粉回彩 成为陈飞宇会塌房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粉丝爆料 爆出私密照的酒店 是陈飞宇工作行程里的地方 当天粉丝也去了 那天陈飞宇是去录节目的 酒店里都是工作人员和粉丝 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陈飞宇还是带女友去酒店 结果被爆出照片 随后粉丝还爆料 其实在追星陈飞宇的时候 粉丝都会选择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陈飞宇在上海某酒店 有一个长期的套房 经常会有网红去那 陈飞宇的社交账号 也关注了一堆美女 只不过后来被粉丝发现之后 就锁了关注列表 还喜欢在剧组和合作演员暧昧 万花从中过 片夜全战身 不管是女演员还是女工作人员 甚至在淘金 这种硬汉剧里也这样 作为一名偶像演员 点燃我温暖你这部剧的 私下路透 都存在陈飞宇和张姐仪 大量亲密互动的画面 当时就有观众说 阿瑟一点也不单纯啊 特别像会聊到海王 说出的话和做出来的事 可惜那时候的观众 只顾着追剧 克思皮克的上瘾 根本无人关注细节 直到这次陈飞宇大瓜出现 他才彻底翻车 原本以为陈飞宇睡粉 已经属于一件 相当严重的事了 没想到他在2017年 未成年时就和女方四连上了 他们发生关系 在2021年的某一天 那时陈飞宇还有心思 自拍营业 工作室也特地强调了他单身 之后陈飞宇和女方 不仅频繁开房 还在私下见面时 眉目传情 更多人眼求的是 女方已婚 陈飞宇以死为第三者 知情人称 本来陈宏要拿200万 买下这个料 最后价格没他拢 才爆了出来 是网红 立以纯情大男孩人设 妈妈下场 看到这儿 吃瓜群众忍不住感慨 陈飞宇和吴谦 不仅长得像 就连翻车方式也一样啊 另一边 因为女方长得一般 陈飞宇还落了个 眼光不行的评价 就在大家分分猜测 陈飞宇会怎么公关时 他的团队 带着声明稿来了 工作室表示 两人为正经恋爱关系 不属于第三者插足的情况 希望大众 不要再传播相关图片隐私 紧随其后 女方公司也发了声明 表示他和陈飞宇 是和平分手后在结婚的 不过陈飞宇经纪公司 老板的回应 就很有意思了 他和这个女生谈恋爱 发生了关系 被涉及拍摄了一大堆照片 后期这个女的和他老公 一起敲诈陈飞宇 女的要感情 男的要钱 总之一句话 什么都是别人的错 陈飞宇很无辜 各方可敬不同意 陈飞宇就跟没事人一样 全程神异 这事闹得 简直是轰轰烈烈呀 以前大家还感慨 阿瑟什么时候 可以四万日利亚 现在终于圆了梦了 别人的一炮而红 只有第四个字是关键点 而阿瑟 占了利亚 墨已成舟 形象全面崩塌的陈飞宇 估计现在不在乎 外界对他的评价了吧 而是最担心 狗仔下一波的爆料 还有未来星图的发展 首先是阿瑟粉丝 一天之内掉了20万 还在继续中 许多老粉脱粉回彩 爆生涂 爆黑料 海诚在去年4月就了解到 他得知这些照片 被狗仔掌握 吓得不敢出门 粉丝还表示 陈飞宇之前的社交账号 关注了一大堆美女不说 在上海某酒店 一直有个长期套房 经常有战姐拍到 网红和陈飞宇去那里 具体干什么 自信想象 反正自拔的底裤都不胜后 陈飞宇不得不将 关注列表锁住 有的粉丝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甚至发现这些秘密 还想着为他 保守洗白 反黑 结果 他们无论是用新闻台倾声 还是跑的剧组应援 陈飞宇连看都不看一眼 更过分的是 在陈飞宇只请CP粉吃饭 而微粉只能自己买单 有粉劝陈飞宇 将心思多用点演技和戏力 不要再利用粉丝了 结果陈飞宇因为怕吃苦受累 拒绝串了一部好戏 以真心患冷漠 粉丝们倍感心寒 怒骂陈飞宇后 一刻也待不下去 连忙跑路 另一方面 陈飞宇那些带播戏 和正在谈的项目 原本已经定好道 即将快要上映 结果现在一点预热都没有了 另外有知情人士还爆出 该事情影响非常大 警方已经进入调查了 如果并不是简单恋爱分手 一旦上升到敲诈勒索 事情就真的严重了 据说陈飞宇风波女主 已经被带走 是她报的警 会不会在调查中 还有更猛的料呢 就不好说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对女方影响也是很大的 账号已经换成私密号 而她的婚姻也惨遭夭折 或将与丈夫离婚 毕竟开始的爆料 疑似是她丈夫爆料给狗仔的 似乎有鱼死网坡的架势 而陈凯歌也将星座 伟大的胜利暂时停拍 处理自己的架势 不然她也没心思放在工作上了 可见这次陈飞宇是闯大祸了 难怪会彻底惹弄父亲 再也不过度宠爱这个儿子 不过在她这次的事情上 却没想到 连连的张艺张宋文 因为陈凯歌星座 伟大的胜利 主演就是两位 本来拍摄周期只有九个月 现在已经到了中后期 最重要的阶段 但却因为陈飞宇出现变数 影响是很大的 不仅是对导演 更是对演员 之前的付出与努力 很有可能前功尽弃 身后还有整个剧组 都在等待陈凯歌 而她后续会不会因为 儿子风波所影响 都不好说 可见作为公众人物 珍惜语义是多么重要 一定要谨言慎行 不要拿自己优势与后台 成为自己不在乎的资本 稍有不慎就是万丈深渊 就算资源乍天也没用 依旧会成为群朝对象 面对此次事件 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留言评论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